一个公司敢起名叫这个 NEW X 那么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一定不会辜负这个名号 这个NEW X在我的这个印象中呢 一直是这个生产吉他相关的这些设备 调音表单块效果器啊这些 这个我去年呢 还录了一款他们家的这个 Base的这个Preamp 那个单块预制的这个Aguila的这个 前级以及箱体的声音啊 简直吊打原版Aguila 自己的这个Preamp单块 这个然而前几年呢 我偶然看到一个好朋友 在这个用一款这个无线麦克风的收发器 就是这个纽克斯的这个B3 这个体积小巧收纳方便啊 而且功能非常强悍 现在又更新换代了啊 这个叫这个B3 Plus 技术升级更加强大 我当时还说这个准备入一对这个 这个无线收发器 不但这个歌手唱歌啊可以用 它可以装在我之前买的这个 这个萨克斯夹麦上面啊 这个就可以变成这个无线夹麦了 这个结果突然 纽克斯呢就出了一款 专门给萨克斯以及管越用的这个 无线麦B6 就我立马就去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 这个这个售价呢 首先就只有1000多块钱 比我之前一直眼馋的这个台湾的iSolo Prime 就要便宜很多 然后呢我在YouTube上面找到了国外的大佬 做的这个横向比较 这个纽克斯的B6 iSolo Prime 然后这个铁三角的这个ATM350 这个它做的这个录音测试对比 这个铁三角的这个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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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毫无疑问啊 这个B6是这三个里面声音最润的 而且还是这三款里面最便宜的 这个铁三角的这个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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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或者录音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舒服 就完全没有任何舒服 用电容话筒收音的话呢 还必须保持这个站姿还有这个乐器 对准这个麦克风呢 就用这个收音呢 你可以想怎么扭就怎么扭对吧 甚至你可以学吉他手转琴 这个技术够好不要把乐器摔了就行 使用方便当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其实大家更关心它能不能有一个好的音色 通常情况呢是这个夹麦因为距离Sux很近 声音会相对比这个电容麦收音呢 要尖锐一些 中低频会发虚呀 这款麦我亲自测试 三频都非常的均衡饱满 这个很有电容麦录音的这个感觉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简震的设计 这个按键的噪音控制的很小很小 至少比我之前用的这个夹子麦要小很多 所以可以直接拿来这个录音 不用担心出不来好音色 而且它自在这个三个模式 这个绿灯呢对应这个中音Sux 这个红灯对应这个高音Sux 这个黄灯对应次中音Sux 其实这三个模式呢 不是固定非得用在这个对应的Sux上 这个亲测这个绿灯模式下 高音Sux也是可以用的 三个模式呢相当于有三个音色的这种感觉 可以自行体会后自由搭配使用 这个B6呢说明书上写这个无线传输距离有 多远在这 20米远 这个距离其实对于演出完全够了 因为对于这个Sux是我来说 演出环境一般都是以室内为主 比如学室酒吧餐厅之类的 这个距离完全够用 就算是你上这个音乐节的这个露天舞台 这个距离也是没有问题 亲自这个户外测试呢 跑很远的这个信号依然很稳定 感觉不到有什么延迟 最最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它的这个收纳盒 其实就是一个 无线充电盒 每次用完之后直接就 它这个自己会 它会自动吸上去 自动吸上去 就你每次把它用完之后把它直接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然后按下左边的这个按钮 然后你看 这两个灯就会亮起 就表示了这个 这个无线充电盒 正在给这个收发器进行充电 这个简直就是黑科技中的黑科技 这个收纳盒没电了之后呢 给这个收纳盒这个USB-C的这个口 尝尝这个线给这个收纳盒充电就行了 这个设计简直就是这个 给到处跑演出的这个乐手啊 这个最贴心的一个设计 就我现在用了这个B6之后呢 再也回不去了 就我愿意称之为这个地表最强萨克斯 录音以及演出 一站式解决方案 强烈推荐给每个萨克斯和管乐手 嗯 嗯